绿岛柚子湖海域在今天上午10点多 传出两名浮潜游客失踪的事情 海巡人员获报之后立即派遣搜救小组 携带殷勤的装备赶往现场救援 其中一名自行上岸 不过另一名浮潜民众在11点02分被救起 意识不清后续赶快送到马街医院来救治 台东绿岛今日上午传出有人员落海的意外事件 据了解两名游客前往绿岛蓝洞附近的海域拍照细水 未料海水涨潮导致两人遭浪冲入海中 再加上未穿着救生衣受困于海面 无法自行游回 而绿岛安检所在接获通报后立即赶赴县长救援 其中一名姚姓男子自行上岸 而另一位理性女游客被救上救生艇时 已经无呼吸心跳 由空勤送往台东马街医院进行治疗 31日10时26分 接获第10区方区通报 于绿岛幼竹湖案记有两名浮潜客 疑似遭海流代理案记 无法自行游回 绿岛安检所接获通报后 即刻派遣搜救小组 携带运行装备赶赴现场救援 抵达现场后发现浮潜客 姚姓民众 男姓年约25岁 仅轻微操作商并由海巡同仁 参幅上岸 另一位理性民众 女姓年约25岁 已遭流海流代理案记 于11时动两分 与海上救生协会台东分会 及绿岛消防分队共同协助救援任务 成功将其救援上庭 经查洛海民众身上无明显外伤 为意识不清 后续由空情总队 送往台东马街医院治疗 而第一山岸巡队也呼吁 适逢暑假以及台风盛行的期间 民众在海域进行游气活动时 应多加注意自身安全 并做好相关的风险评估 携带救生圈或是穿着救生衣 并切勿前往危险的海域细水 以免发生寒事 记者曾经的营绿岛相报导 感谢观看